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视听 来 回到咱们这边啊 咱们刚才说到绘画技术啊 那绘画技术呢 咱们又给大家说了 它这个种位是不是有三种 Cookie Sension 还有Token 对不对 那一下有这三种 咱们可能都啥玩意儿呢吧 不要着急 一个一个来 对吧 第一个Cookie Cookie的话咱们先给它第一个定义 它叫做客户端绘画技术 那这块什么叫做客户端绘画技术呢 是不是 你说又懵了 那这块呢 其实很好理解 就是数据存储在客户端 是吧 就数据存储在客户端 这个画技术呢 我们就叫做它是客户端绘画技术 是吧 那这东西呢 就说我们的数据是存在客户端的呗 对不对 那以什么形式存储呢 啊 对 也是建制队存储 这种呢 那这个Cookie有什么特性呢 简单的说一下 它支持过期时间 对 我可以设置 比如说咱们比较常见的 咱们在那用户登陆的时候 那是不是下面有一个七天内面的路 对不对 它就是设置过期时间为 七一乘以二十四乘一 然后六十乘以六十 对吧 是以秒为单位的 它就这样设置的 那就是干什么 说七天后失效 那之后呢 你只要把缓存给的清了 立马就都失效了 知道吧 那再之后呢 它还有什么特性呢 默认 Cookie会自动携带 那携带哪呢 本网站所有Cookie 那接下来 它还有下一个特色 就是Cookie不能跨 域名 或者说跨网站 就是你的网站 是不能获取我网站的Cookie的 知道吧 因为Cookie 比如说啊 有很多行为 它会干什么 有很多的网站在浏览的时候 或者说一些浏览器 它会告诉你 把Cookie技术禁用了 那它会干什么呢 如果你不禁用 它可能会跟踪到 你每次的这个浏览记录 你把Cookie禁用了 大部分还是能用的 知道吧 如果说把我们浏览器的Cookie进了 那可能会出现什么呢 就是那个 用户登录上的这些玩意不能用了 知道吧 但其余的东西都是正常的 是吧 你正常浏览网页 是没有问题的 那接下咱们就来用一下这个Cookie 那你说这个数据 是存储在浏览器里面的 对不对 或者说存储在客户端里面 对不对 那怎么操作浏览器 咱们在服务器 怎么操作浏览器呢 啊 同服务器怎么去操作浏览器 操作它这个客户端啊 怎么操作 你猜猜 啊 你猜猜通过 我这服务器怎么操作你的浏览器 啊 通过HTDP Response 那还用想吗 因为咱们只有Response 是给客户端的 咱们在这边写点动作 通过咱们约定好的这个方式去操作 是不是就完了 对不对 其他的是不是就是都白扯啊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用一下这个什么 这个Cookie技术吧 是不是 来到我们这边 然后我们干什么呢 我们来写一个远 这块写一个什么 远 这块写一个什么 SiteCookie 这个函数名单叫SiteCookie 是不是 路由 Vue四点什么 什么SiteCookie 啊 照着来一个什么 内幕等约 SiteCookie 照着咱是不是要把这个函数造出来啊 那造出来咱们出来写个啥呢 Http Response 那这块咱们这Response给它提出来吧 这块你写一个Response 那这块就是一个什么 设置Cookie 对不对 那这边是不是Response啊 那之后呢 我们做点事情 我们给这个Response 不要设置这个Cookie啊 点Site 什么 Cookie 那这个Cookie这里面就有了 是吧 K Value 还有什么Maxage 咱们先不用写那么复杂的 那又写KValue 最基本的是不是就完了 那之后你可以写啥呀 K叫什么 UZNAME 然后Value呢 Rock 是吧 之后呢 咱们这个 是不是就有这个操作了 看一下服务器有没有重启 是不是重启完成啊 照我们来访个谁啊 是不是SiteCookie啊 走一个 是不是设置Cookie了 设置了吗 设置了 来这儿 看一眼 看看这儿 这是不是有粘锁啊 现在这是不是有Response啊 你看Response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叫SiteCookie UZNAME RockPathGar 对不对 是不是啊 那之后呢 这个RequestHeader里面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有Cookie啊 但这个Cookie 现在有咱们先前设置的这个Cookie吗 没有 它里面自己带了一个CSRToken CSRToken 咱们那天跳过的对不对 还没有讲到这个他的原理 是不是 就目前是不是带着这一个 但是现在我换一个网址访问了啊 我现在不访问谁了 不访问咱们的SiteCookie了 咱们访问随便访问一个 访问哈喽行不行 那之后咱们来检查 检查之后呢 选择网络这 然后刷新一下 然后你点开他 你会发现他这个请求里面 你看他干什么呢 哦 他这是请求 是不是自动携带了我们这个Cookie啊 并且我们发现这个Cookie默认是什么样的 这Cookie默认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明文的 对不对 是不是啊 默认是不是明文的 那接下来啊 这个Cookie默认 这样有啥用啊 但是咱们可以做一个事 听说马桶堵了 对吧 咱们再给他换个页面 比如说咱们现在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我要getCookie 对吧 你们有Site吗 对不对 我加个Ur啊 然后这是什么 getCookie 然后在这 views.getCookie 然后name等于getCookie 对不对 这我可以做啥呀 我可以来这儿呢 去把这个Cookie的直过拿过来 request的点什么 cookie是点 get的谁啊 user 那这块是不是就能拿到游戴内幕 之后呢 咱是不是可以把游戴内幕给人家反过去 是不是 之后咱们来这个getCookie 对这儿你是不是应该就能获取到我们这谁啊 啊 是不是用户名啊 app 然后getCookie 是不是啊 那你说这块有啥情况啊 我还是不知道 那接下来这东西咱们就拿它做一个啥呢 做一个登录 对不对 拿一个登录来做我们这个实例 那做登录你说咋做呀 啊 首先咱是不是应该有个页面 咱们先来想一下这个结构啊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登录 对不对 做一个登录你都需要啥呢 这一块 首先咱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页面 就咱们做不作为开发者来考虑啊 咱们就作为一个用户来说 是不是有个页面 页面有啥呀 页面有输入块 然后有什么啊 咱们有这个登录按钮 对不对 然后点完登录按钮之后呢 我们应该进入个人中心默认 是不是 默认进入个人中心 那这个进入个人中心的个人中心里面 是不是应该能显示我们的用户名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它实现一下呗 那你说实现咋做 前面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不是都是经常演示 只有最后这一个是不是才设计逻辑操作呀 是不是 那来到我们这咋找 写个UR啊 你写个什么URR 是不是 这咋找我老爷啊 这咋呢 VIO4.2 老爷 然后内幕等于什么 老爷 是不是啊 之后呢 我们在这干什么 创建一下 那这边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老爷爷面啊 咱们去给他造一个这个模板去呗 来了我们这边我们再造一个login对吧 那这块就是login 那login里面你说有啥呀 你放秒单呗 那这块是不是路径啊 路径还没有 接下来呢 登录 messor的post 再之后呢 那你这块是不是就写用户名啊 咱就不写密码了啊 用户名啊 这块写啥 input tax placeholder 请输入用户名啊 再之后呢 你这个客户端和服务机传数据 他传是不是传好多呀 那怎么去对应接受啊 是不是也自点结构啊 k value k value的 对不对 所以咱们这边要指定k 咱这k的这个字段叫做内幕 是不是 那这块就叫什么 uname 咱们不叫uname 和那块正好就给它区分开 是不是 啊 br换行 之后呢 提交 对不对 或者登录 是不是 这样是不是有了 接下来 那我们这边怎么办 我给它渲染出来 render request 那这边呢 呃 模板名字 login 对不对 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执行登录的一个接口啊 那就说你在点击登录按钮的时候 我们应该干什么 拿到你的用户名什么的 然后帮你存下来 对不对 咱们不去数据库验证了啊 咱们直接就存到前端里面 一会再拿出来 是不是 这样说就能进个人中心了 那接下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接口叫什么 是不是执行登录啊 ur 那这叫什么 度 老爷 以后啊 咱们现在写的事都是给你写上多个 以后我会教你把这些东西都以下的变成一个 知道吧 但现在你先按多个来记 是吧 多个你明白了 然后给你改成单个的你会感觉更开心的 是吧 但如果就直接是单个的你可能有点不适应啊 也都写在一起了 那在我们多少个页里面 你说你要做啥 啊 是吧 接收我们用户传过这个uname啊 对不对 他就等于啥呀 request的点啊 host的点get get的谁 是不是uname啊 那拿到uname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呀 是不是要给他存到哪去啊 是不是 存到咱们的这个cookie里面去啊 对不对 一会儿好把他再拿出来 是不是 那就是response 等于什么 ihttpresponse 那这就是 都录成功 咱们不去验证了 咱就说直接都录成功 是不是 那这会儿你是不是要通过他干什么 是不是去存下去啊 那前面你就随便给个k呗 那咱们就要uname 是不是 那这value呢 啊 是不是uname 之后呢 就是 response 是不是 那这会儿就有了 那再接下来 咱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个人中心啊 是不是也还有一个个人中心啊 比如说叫什么 约好 这叫什么 让mine一面啊 是吧 然后views点什么 mine 之后呢 name等于什么 mine 那你之后是不是应该把这个mine干什么 是不是 创建出来啊 那在这里面你说的干啥呀 是不是直接去拿uname uname等于什么 request.cookie.get get get了个谁 uname 然后呢 那应该有个页面 页面里面是不是应该显示咱们的uname 是不是 那咱们就直接显示uname吧 是吧 和先前那个是不是差不多的 是不是 那这个咱们写完了 咱们试试咱们这玩意能不能用了啊 来到这边是把这个路径给它配置上 uname 啥呀 app do login 那缺点什么吗 缺点 好像post的咱们昨天说得住掉一个一个代码 对不对 要把谁啊 是把csr for middleware给它住掉啊 住掉 对吧 这是防跨战攻击的啊 先不用管它 那之后来到这边呢 让它重启 是不是重启了 之后咱们来到哪啊 是不是login页面啊 login 那现在是不是输入用户名啊 那叫什么 sucker 是吧 登录 不登录成功啊 之后咱们去曼页面去看去 出久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咱们全都手动的 它有点不智能 对不对 咱们可以做什么呀 啊 比如说它这个response 咱们就可以写啥呀 啊 咱们给它改成 redirect行不行 对不对 http response redirect 对不对 咱们就别登录成功了 咱们给它指定谁呀 是不是 rewards呀 对不对 rewards里面指定app 咱们要去哪个页面 是不是 mine页面啊 对不对 你登录成功了 咱们就去mine页面吧 是不是 那试一下啊 看能不能行啊 那咱们去哪个页面 咱们先去哪 先去登录页面 对不对 你现在是不是有用户名了 那这会叫什么 jack 对吧 是不是直接成功了 对不对 那比如说来到mine页面 如果我发现啊 因为咱们说存储在客户端的 对不对 那咱们清下缓顿的应该就没了 你信不 信啊 你没事 你就信 要我我就不信 是吧 来到这边咱们开始 是不是清缓顿呀 咱们就清一个小时之内 在这不就完了 对吧 不用多清 给它清掉 清掉之后 你来到这边 你在 你在干什么 在一刷 是不是没了 对不对 那假如说我们发现 个人中心里面是什么 它是nine的话 就没登录的话 咱们给它再跳转到登录页面 你会不会做 啊 就判断谁啊 f uname 如果uname有的话 咱们是不是返回这个 如果没有呢 啊 是不是 直接 re direct rewards 哪啊 app lob 是不是 点 return 是不是 如果就是我们的有用户名正常返回 如果没有 咱们是不是要重新线让它去登录 那你来到这边看什么 刷新一下 重启呢 刷 是不是登录了 那你看咱们是不是没改东西啊 就是 对吧 然后登录 是不是就成功了 对不对 简单吧 简单 那这个交互过程看明白了吧 看明白了 这么厉害 不然呢 来说他们都会有一些疑惑才对的 是吧 你们居然都明白了 都明白了吗 啊 我来回蹦的也没看明白 是吧 画张图吧 啊 说那我们现在做的模型是什么模型 是不是客户端和服务器模型 对不对 那我们把这个serv呢就放在上面 然后下面放一个啥呢 放一个client 之后呢 我们做了什么操作呢 我们先访问了谁啊 log一页面 对不对 把这块先标示一下 他们俩都试试 这边呢 是serv 然后这边呢 是 克兰的 或者说叫做browser 是不是 这呢 我们在这干什么呀 是不是去访问服务器啊 请求 请求咱们一开始请求 不管是请求个人中心 还是什么 不管是请求个人中心 还是咱们的登录页面 对不对 那他是 去一个加载 那请求的这个什么 log一页面 那log一页面服务器会怎么处理你 我我请求了一个log一页的愿啊 服务器怎么处理 是不是返还给咱们一个log一页面啊 对不对 那返还给log一页面 怎么办了 错了 你别小看那个弯了 那个弯了 你知道是怎么弯的吗 他是一个贝塞尔曲线 你知道吧 贝塞尔曲线 就说包括那什么汽车流线型啊 对吧 或者天气气温那种变化 那种波浪线 是吧 或者说那种 呃 就是无谱图 是吧 他都是用贝塞尔曲线画的 是吧 说贝塞尔曲线是个啥 一会一会的 说完这个点再告诉你 是吧 平保 飞的那线 都是贝塞尔曲 那是不是返还给咱们一个什么 是吧 页面啊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咱们在页面里面 是不是输入信息啊 输入信息 接下来干什么呀 啊 那是不是咱们要干什么 是不是要登录啊 对不对 就访问什么 是不是度捞个页啊 对不对 那度捞个页 服务器 帮咱们怎么处理的 啊 啊 你在这度捞个页 然后服务器呢 他把这个用户名帮你存到 酷k中 对不对 他是不是来了一个赛特酷k啊 就是赛特酷k 然后呢 是把这什么 是不是用户名放进去啊 就是 you name 对不对 这后呢 这酷k就存在哪了 对 我们这块的客户端里面有酷k 有一个专门维护的酷k的地方 对吧 那之后呢 他是不是就带上酷k了 对不对 实际上以前也有酷k 只不是我们酷k里面没出去 对不对 咱们说酷k每次默认会携带本网站的所有酷k 是不是 那接下来这个酷k呢 啊 是不是 他就会携带着了 那你去什么个人中心 这个酷k能不能获取到 能获取到 对不对 你去卖一面 那他能获取到你的酷k 是不是就帮你把什么 是不是用户名直接显示出来了 是不是 就正常显示了 就这样的一个流程 对不对 那这个酷k是确实存在咱们的客户端的 咱们是不是也去操作过他呀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酷k默认的啥时候消失呢 啊 我把浏览器关一下 然后 服务器没关吧 然后来到这边 看一下 我来写一个 那这会是这样 那是APP 然后我去曼一面 对吧 打了 酷k 特转了 意味着是不是酷k没了 啊 这酷k好像一关浏览器没了 对不对 默认一关浏览器就没了 就是他有一个过期时间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这话咱们来看一下啊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这些参数 对吧 ky是必须的 message还有experience 是可选的 知道吧 之后呢我们可以去获取他这个酷k 之后呢 酷k不能跨浏览器 不能跨域名 知道吧 那接下来呢就说一下我们这里面这些值 这里面呢就maxage还有experience 指的是他的一个什么 酷k过期时间 maxage和experience 我们只需指定一个就可以了 maxage呢是直接指定那个过期时间的那个秒 而experience呢 他也可以像这样指定 然后他还可以支持什么呢 支持datetime或者tmdelta 这tm是不是是7啊 tmdelta是啥 是不是时间差呀 对不对 比如说我想三天过期 我可以也写三乘二十四乘六十乘六十 对不对 也可以写tmdelta 然后倍等于什么 等于3 知道吧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干什么 去设置一下 默认现在是不是关闭乱七七十小啊 那咱们这回呢给他再加上一个新的参数 咱们在赛赛的cougat的时候加上一个 什么呢 maxage 那咱们等于多少呢 三十 六十吧 一分钟过期 怎么样 那接下来到我们这边怎么 刷一下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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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这后干什么 现在咱是不是要写个用户名啊 tm 然后登陆 是不是登陆成功了 浏览器 是不是关了 再之后来到我们这边干什么 打开浏览器 打开之后呢 咱们再来访问啊 应该是不是没有抄一分钟呢 app 然后去哪 my 有吗 有 对吧 那咱们把它关了等的腰尔 是不是 60秒 对不对 咱们先说会别的 刚才说到哪了 取线 贝塞尔取线 对不对 那贝塞尔取线啊 这东西呢 其实挺有意思的啊 比如说这块 这东西啊 你看啊 这线是这样的 你是不是画两个点 或者说 因为咱们这里面 是只能提供两个点的 贝塞尔取线 是吧 然后你看 你拽一重前一个点 看 他为什么是这样弹呢 对不对 他为啥可以这样弹呢 对不对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贝塞尔取线 贝塞尔取线 你可以简单来看一下 贝塞尔公式 还记得什么 不知道 没学过 啊 这你大学学的 你这 在这肯定没学过 知道吧 这贝塞尔取线呢 他这块是给了一个三件贝塞尔 对吧 这个公式 其实如果你们看到 你应该就认识了 他很简单 老外一般都喜欢使用自己名字 去命名他的一些公式 对不对 你看这贝塞尔取线 是不是很简单 这啥呀 给定两个点 是吧 P0P1 那他这一个公式呢 就是BT等于什么 P0 加上P1-P0乘T 然后之后呢 就总结出这样一个公式 T呢 是零到一的一个范围 对不对 那二次方的呢 就很简单了 1-T的平方乘以P0 加上2T 1-T 然后乘P1 然后呢 T方乘以P2 这实际上是就干啥呀 是不是一层一层的给他去减数啊 对不对 最后就减没了 是不是 那三次方的呢 就变成 是不是这样子了 等你们学数据的时候 你每天就看这个 是吧 然后那之后呢 就看什么 给你推断了一个一般的 也是N次方的 对吧 P0到P 贝塞尔曲线 就这么长了 是不是 最后呢 就得到了一个贝塞尔曲线公式 就是说 他这个点是咋画出来的 他不是随机画出来的 他都是通过这个贝塞尔曲线公式 给你推出来的 知道吧 你是几个点 那咱们刚才那个是 两个点一固定中间 是不是还一个点 是不是三个点啊 对不对 这样就是通过三点的去做的 他也是通过这个公式 给你推出来的 这曲线就是这样出来的 知道吧 咱们目前应该用不到 如果是做前端 做那种特别炫的效果 然后你就会用到贝塞尔曲线 那咱们应该也用到过 咱们前面是不是学过那个CSS CSS里面是不是学过动画啊 动画是不是有变化速率啊 那个变化速率也能写贝塞尔公式 知道吧 你给他提供贝塞尔曲线里面那几个参数 你就可以让他那个动画的变化速率 变成像咱们这种 就比如说咱们刚才画的这个曲线啊 假如他有这样的一个曲线 那这个曲线是这样的 你说这玩意它能代表什么呀 这东西 你得去按他这个什么 他那切角的吧 就是切的那条斜线 是吧 切线 那个切线就是他那什么变化速率 就为什么你们做那种画 他能先加速后减速 先减速后加速 有的还能像弹球一样超过一下再回来 是不是 那都是因为是这些东西 他这个切率有的是负的 知道吧 就是他这个斜切率 是不是 说啥呢 是吧 能多知道一点就好啊 你不知道呢 也没关系啊 就是以后你要出去找工作去 你能多讲一些肯定干什么呀 对 你好跟他说是吧 好要工资 并且面试的时候有一部分问题不会很正常 有的面试官他就比较坏 他就想一道题先把你思路给你打乱 给你干懵 是吧 因为我原来去面试界也出现过这个 他直接就问我第一道题 他说你说这个临接矩阵有几个顶点 我当时也就懵了 矩阵都挺长时间没有了 你给我整个临接矩阵 我临接矩阵上这还有几个顶点 是不是 后来我就说这道题我确实不配 对吧 那当时我确实也懵了 人家的一打一打题的时候 这是什么临接矩阵是吧 懵了 那后面的题其实呢 并不影响你的头大 不会的干什么 跳过去先拿后面的 知道吧 然后对你咋们以后在面试的时候啊 你可以拿着手机摆渡的啊 就是说因为打面打比试题的时候 没人看着你 你可以手机摆渡 你可以把你那个题派的照片 扔在你们群里面 让别人帮你看 知道吧 另外假如说你上午去过这家 我下午再去这家 我就有这家的面试题了 我提前准备好再去 知道吧 你们入职的概率就大了 你要学会资源共享 知道吧 嗯 那这会咱们是不是应该已经超一分钟了 超一分钟咱们干什么 是不是再去打开楼上去去看看他呀 来到我们这边的呢 我们来到这 1270.021 然后呢 什么呀 APP 是吧 慢呀 发现是不是过去了 那七天之内免登录 知道咋做不 啊 就将用户的标识干什么 是不是给他存到哪去啊 是不是存到咱们的这个cookie中啊 对不对 那这个cookie是不是就用完了 但是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个 比如我现在写个中文 是吧 哈哈 然后登录 诶 诶 干啥了 还没出来是不是 怎么多老爷没出来呢 咱们再去慢一看看 诶 没存进去 是不是 那这是个什么情况 看这 啊 南太把奥巴扎 还是弄 诶 这服务器包一长 那南方扣端都是正常显示的 是不是 也就是咱们存cookie的时候干啥 看 来挺一 扣这个cookie是吧 counter是吧 incode 插赛的 一什么position 插插插 什么意思 那这块 要写一个 啥呀 cookie 这个cookie不是针对于python啊 这是所有的cookie 默认不支持中文 如果支持了中文代表什么呢 比如说flux你在写的时候就能直接把中文存进去 那代表了什么呢 你说cookie支持中文了 所有的web技术里面cookie都不支持中文 那怎么能支持中文呢 你对它进行转换 对不对 是不是 你本来不支持 我给你干什么 我给你转成其他的字符 然后到时候再转回来 它们之间形成一个一一映射的关系 保证我这东西转换 转换完了再转换回来 它不会干什么 不会损坏 不会失真 是不是就完了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这个cookie默认是不支持中文的啊 那想支持中文怎么办 留成诺页啊 这样第一个诺页对吧 干什么呀 实现 这是谁啊 cookie 存储 中文 对吧 到时你能够能再能拿回来 知道吧 那这个比较常用的有一个算法叫 bes64 你看听过吧 bes64编码 到时就用这去处理就行啊 或者说你不用bes64 你说我用更高端的行不行 肯定也没人管你啊 没人拦你了 知道吧 那咱们现在发现了它这块这个空间 再接下来呢 咱们再来做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呢 那么存个英文 它是支持的 对不对 存个QQ对吧 但是呢 我们发现这个QQ在这边是不是完全都是明文的呀 是不是 那接下来咱们做个事情 咱们在赛的酷克的时候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 这赛酷克输掉了 那这块有一个叫Response 哎 Response Response 这有一个叫做 塞的什么 塞的酷克 塞的啥意思啊 塞什么 是吧签名啊 对不对 那这个签名的酷克 这是啥玩意儿 那咱们给它写一个 K 咱们叫啥呢 叫内幕 别叫内幕 咱们换点 离它远点 嗯 就叫一个呃 content 对不对 是不是叫内容啊 然后歪着咱们把这用内幕还干什么 放进去 接下来还有什么呀 啊 接下来是不是就是有一个这个叫做 塞的 盐 盐 这盐是啥呀 不知道 对吧 Rock 那之后咱们干什么呢 咱们来试一下 看这玩意儿还能不能用 对不对 刷新 刷新 你知道呢 你给它存一个什么呀 用名对不对 www 是吧 然后登录 咋了 我们发现它又回到这个页面了 对不对 不是没存进去 是因为咱们获取这咋了 你获取的时候是获取的uname 是不是 不是content的 但是咱们可以干啥呀 咱们可以通过它这个请求 来看看它有没有携带咱们的这什么 这个数据对不对 你看有content的吗 有 但是你看它后面的内容呢 这啥玩意儿 这个呢 就是加盐 加盐实际上就你可以 在咱们这个监控里面就喜欢管它叫加盐 加盐的 但实际上是啥呢 加密 就是做了数据安全 知道吧 加密 你看这个数据是不是就藏起来了 那你要想获取它 怎么办 啊 那咱们这块 你是不是要盖死这个content的呀 是不是 那盖的是呀 是不是content的 t en t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之后呢 来到我们这边 然后你来这边干什么 刷一下 让服务器确保重启了 对吧 那这次你来一个 什么呀 www 这呢 道路 是不是刀上来了 对不对 我们发现这个ww这一串是不是就有了 对不对 但这一块 它现在是什么呀 是不是带着盐的呀 对不对 那以后你说 我要不给它拆开 想变回去怎么办 啊 是不是还要把这个盐给它去了呀 对不对 那实际上咱们再来想一个啊 哎 我这块你说我再写中文 你说行了吗 刷刷刷 那你说我现在写一个啥 是吧 哈呀 知道你登陆 发现好像还没有给咱们处理 是不是 知道你来到哪啊 慢 那这个是不是还是ww那个啊 证明咱是不是没曾经去啊 对不对 发现他这个盐没有处理中文吧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这个作业这 你还是必须自己去干什么 是吧 贝斯64的 对不对 这个事情你还是要做的啊 那我们这边呢 刚才给大家都说了啥呀 是不是说了一个网进存数据 然后咱们又说了一个加盐 对不对 可以 是吧 加盐 这盐挺有意思的是不是 实际上就是什么 是不是加密啊 对吧 那加密后的数据 咱以后是不是还要干什么 啊 那还需要干什么 还需要解密 获取的时候要需要解密 解密 对吧 那他这玩意儿咋解密的呀 啊 你这块 在这 咱就了 你在这块是干什么 是不是给我加密了呀 对不对 那我想获取的时候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 显然不太好 对不对 那能不能获取解密后的数据呢 那咱们就看一下 you name 他应该等于什么 是不是 request的点 什么 get 是不是 sign的cookie啊 对不对 那这里面就有了 就这样 是不是k啊 k叫什么 content的 那之后呢 是不是要有解密的什么呀 是不是言呀 sort 等于什么 对 你用啥加密 你得用啥什么 我解回来 要不然不认的 对不对 刷一个 是不是就回来了 是不是 这也就是加研 加研呢 实际上就是加密啊 这咱们应该有一个概念啊 他只不过是管这个密钥 叫研 对不对 这念密钥还念密石啊 这个呢 不好说 我不确定啊 因为这个问题 我以前在公司和他吵过 和别的人程序啊 吵过 好一次讲 你看啊 我打了个密钥 我现在他是出来了 对不对 密石 有吗 也有 对吧 这个不知道 但这书法不是中文的 呃 不是中国人的 咱们得换一个换百度的 对吧 百度的 然后我打一个密钥 他告诉我念密钥 都不念密石 是吧 念密钥 是吧 知道呢 你打了个密钥 他是不是出来啊 但是你要换个搜狗书法 你打密钥 他告诉你这个念密钥 是吧 这东西啊 你愿意叫啥就叫啥 我不确定的叫啥 我一般管他叫密钥 对吧 是不是 但是他确实是钥匙那个石 是不是 对不对 钥匙 钥匙 啊 钥对吧 那但是呢 他还有念密钥的 对不对 然后也有管他叫密石的 你自己愿意叫啥叫啥 这这咱们不再说了 你别别到时候 上个时候再给我强调这问题 你知道咱们说的是啥就行了 OK 那上午就不再讲了 好